邀請我們的這個黃琳嵐候選人 來上台 各位 候選人 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晚安 晚安 琳嵐 兩任先議員 兩任副理廠長 這一次要再繼續 連任 琳嵐 在 副理廠長任內 我非常感謝我們的年輕人 向今天 在座發起這個資本 政見會的這一群 遺跡的年輕人謝謝你們 願意讓我們 看見你們的努力 因為 明天要舉行的古道秋生 邁入第八年 就是在琳嵐是鄉長任內的 第一任 催生 得成的 我支持 我們回鄉的青年 所以 所有鄉親 銳稅 玉里 副理 卓西的朋友 你們的聲音 琳嵐願意 但一位 最好的傾聽者 服務 林嵐來 你們的事情 就是林嵐的事情 尤其 但林嵐願意 把這樣的一個經驗 帶到 我們 玉里鎮的 起摩師弟 這是我們 玉里鎮的一塊寶 相信 我們 政長 兩位候選人 他們都非常清楚 他們也很願意 一起來推動 我們 起摩師弟 讓他 變成 另一個 古道秋生的 營業場域 再來醫療方面 林嵐在第一任 16屆的議員的時候 就針對 醫療方面 看見我們南區 從瑞稅 一直到副理 到桌西 我們的一個 癌末的病人 醫療措施 非常不足 所以在當時 林嵐要求 花蓮縣政府 要有一個安寧病房 在我們南區 謝謝 台北榮總 義理分院 聽到了 雖然是10年 因為這個過程 要陪醫醫生 陪醫護士 還有這些設備 歷經了10年 總算在108年 台北榮總 義理分院 已經有了我們 南區的安寧病房 這一些 都是 大家願意 把你們的需求 說出來 讓林嵐 來聽到了 願意 為你們 來服務 林嵐這一次的服務 希望 所有的鄉親 再給我機會 尤其 在這一次的 我們的定期大會 好 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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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